號稱終身黨員的吳靜宜 他又在發臉書 各家也在用 他是標準的科菲 他說這就是陳志涵條款 這應該是可以靈活運用 怎麼會被吳靜宜載化成 說什麼陳志涵條款 他也不是要選總統 怎麼差不多 我覺得N加一計畫是非常務實 而且具有科學性的一個做法 而且你看傅君旗就比較遠見 嚴格來說趙超康也看到了問題 對不對 所以趙超康呼籲 說趙偉要拉個一兩席 給民眾黨 如果不能夠跟民眾黨合作的話 以國民黨逐漸老去 夕陽夕下的政黨 你怎麼跟一個旭日東升 如朝陽式的民眾黨來對抗呢 所以傅君旗也看到了這一點 其實也就是為了挽救 讓國民黨不要衰敗的那麼快 如果清北市的話 一樣三角都黃國昌出來對不對 你國民黨選個屁啊 最近國民黨的那個楊文柯又出事了 對不對 被搜索了對不對 那民眾黨這時候 他進到了這個新竹縣去經營 剛才方喜也提到 這次得票裡面 非常票開的很漂亮的竹北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那個地方 說實話 如果民眾黨在那個地方 提一名優秀的人選 拿下新竹縣的可能性很大啊 那新竹市現在是高鴻安對不對 新竹市裡面認同高鴻安的 還是占很大的比例 N加1怎麼等於是為 陳志涵梁山打仗 你在這個比例上就不對嘛 對 他遍地開花 提一百席以上 那關陳志涵一個區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而且現在陳志涵要到哪一個區區選 都不知道 有這種論調的人是要 還是繼續咳黑 咳黑民眾黨 要打掉這個N加1嘛 可是你也要知道 吳靖宇跟張藝山他們 不告咳黑 他怎麼生存啊 那我也鼓勵吳靖宇就像你講的 你去選啊 你去選 對啊 陳志涵到哪裡就去哪裡啊 而且陳志涵為什麼在 民眾黨的陳志涵 他沒有參選權利 一個政黨他要怎麼提名策利 還要問過你嗎 還要經過你同意嗎 你就算是中生民眾黨員 全部那你來做黨秘書長好了